老婆 音樂 電影 燭光晚餐 是我們兩個人的浪漫 懂生活情趣 很有意思感 我們兩個的確是因為音樂結緣 我就工作 反正我們去了她在化妝 她就放了一首歌 那首歌其實也是我喜歡的歌 我覺得這女生好像音樂品味還不錯 可以聊 然後就一發不可收拾 跟她在一起就很順理成章 就是哎呀 反正我今天見了你 我明天還想見你 我當時那就心動的感覺啊 我也不知道是嗎 我就覺得啊 明天想見天天想見是不是心動 對我就覺得好像每天見你也 也也可以 好厚 哈哈好厚 哈哈 但我真的是一個很沒有情緒的人 我我我們家所有的意識感是他 他的需求 就我不過任何節的 我自己生日我也不喜歡過 因為我就小時候被忽略過嘛 就真的在電話那邊等 等一個電話 坐在電話前面等 我爸媽就是沒有打 就是沒有跟我說生日快樂 後我就不喜歡這件事情 但他就很需要這些 所以我就會盡量的滿足他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有一些 但他為你過生日 對啊 有儀式 你應該感覺還是很舒服吧 我會有壓力 如果就你們倆呢 那還好一點 但我其實很怕他 把蛋糕端出來 哈哈 就 要唱生日快樂歌 我就會覺得啊 不要的啊 你現在的怕的原因是因為 過去的超多的一些 心裡面的 對 有一些算這算是陰影嘛 所以我會遇到我老婆 我也覺得很幸運 就他等於是我從事 生活以後遇到的 第一個我覺得值得對待的人